四大公投明天投票了 除了萊豬之外 新北市長侯友宜始終沒有明確 對其他的議題來表態 那麼跟國民黨的矛盾 也成了民進黨的猛攻主力 台灣市長鄭文燦受訪時就強調了 侯友宜有難為的地方 三街上 和四下 本來就是大家的共識 該道歉的是立場 一直變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而綠色和平組織 今天更在報紙頭版刊登了半版廣告 用侯友宜曾經說過的 沒有和四就沒有和安 就沒有和四的說法 要大家投下不同意 但侯友宜痛斥 這個廣告是移花接木 混淆視聽 公投有必要完成這樣嗎 真不可取 平面媒體投版半版廣告 以三分之二篇幅 刊登新北市長侯友宜 曾說過的這段話 但仔細看 下方小字寫了公投17案不同意 綠色和平組織在投票前一天 用新北市民料育日的名義 刊登廣告 乍看之下還以為侯市長對公投表態 就讓侯友宜氣炸了 依花接木混淆視聽 公投需要完成這樣子嗎 真不可取 侯友宜罕見動怒 向來跟國民黨公投保持距離 卻遭反核四陣營拿來做文章 其實沒有移花接木這件事情 我們在廣告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 那個我覺得是誤會了 那個侯市長到現在為止沒有反核 他只是說要做好核廢料的處理 前中路馬英九幫忙還家 但侯友宜從頭到尾 四項公投除了反萊豬 其他都沒有明確表態 桃園市長鄭文燦跟爆料 萊茵讓侯市長很為難 其實侯市長也是有立場 就是我剛剛講的新北跟桃園 共同立場就是三街上核四下 國民黨如果要為難侯市長 他應該先請朱立倫道歉 以前朱立倫也講 他說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 這川劇變臉 他這個叫政治變臉 我對核安核能的堅持從未改變 公投決戰前世 侯友宜跟萊茵內部矛盾 成了民進黨猛攻主力 記者副傳侯鄭文高子堯 新北台中採訪報導